接下来关注的是中国制这件事 现在有中国的电商平台 他们上面所有的商品价格都非常的低廉 进贡了南韩市场 但是品质问题不断的被揪出来 夏季最受欢迎的游泳圈 特别是儿童游泳圈 现在验出超标塑化剂有300倍 会影响肝脏功能跟生殖功能 随意抽查的40项化妆品项中 7项重金属超标 而安全帽完全没有吸收撞击力道的效果 相对危险 未日货是因为有一款大陆制的劣质编织针 它冒牌成日本的品牌 混进了南韩纺织市场 造成南韩成衣业者严重的损失 南韩经济道报穿市纺织业者 毫无奈向记者诉库 9年前开始固定进口一款银花牌编织针 使用之后却发现制造出的不良布料 数量明显增加 纺织企业老板原本想着 日本产的编织针品质不错才会进口 没想到上当受骗 过几年发现竟是披着 日本制外皮的中国针 而且受害者不止这一家 南韩海关总署调查发现 这款编织针不止在出口到韩国前更换了原包装 还制作虚假原产地标记 企图欺骗买家 收尔当局已查获大量在韩国国内流通的货物 价值近勾达2000多亿元台币 对此收尔海关已向检察机关通报三家涉案的进口商和销售商 并除以销售商折合台币约32万元的罚款 不过销售方却坚决自己也被骗 贩售商是否被冤枉详细情形 有待南韩警方调查厘清 但Made in China的商品的确争议多多 中国电商全球速卖通和梯姆近几个月 频频被爆出贩售的多项物品安全存疑 而虚印的止吸管也被测出 使用后渗进饮食的巨饼锡超标 另外南韩消费者机构则对全球速卖通和 提姆销售的安全帽进行了冲击吸收性实验 一侧才发现连安全帽也不安全 将安全帽套在头部模型外后丢落地上 实验结果显示冲击力道未被缓冲 原封不动的传达到假人头部 若是使用者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除此之外被抽减的40个彩装产品中 也有7项商品有害重金属超标 夏天放暑假期间儿童细水必备的游泳圈 也被验出超过标准值300倍的零本二甲酸 类塑化剂和格 不只游泳圈儿童贴纸书中也检验出塑化剂超标269倍 南韩消费者院表示 以建议贩卖这些产品的业者停止销售 同时将和公平交易委员会合作 切断有害产品的流通 大陆电商平台商品品质问题一箩筐 南韩民众不免担忧 本想回归本土电商 没想到南韩物流龙头Coupon也陷入负面风波 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日前宣布 对Coupon开罚1400亿韩元 相当于台币32亿元的南韩史上最巨额罚款 原因是Coupon涉嫌透过操纵演算法 和员工撰写虚假评价来提升自由商品的搜寻排名 让销售额大幅增长 这一举斗导致其他21万家商店处于劣势 更违反了公平交易法中 透过欺诈性手段引用消费者一条 没想到财国一周 Coupon又被举报正默默上调会员制服务的费用 同时进行捆绑销售 借此来促进旗下刚推出的外送平台 Coupon Eats的使用量 电商激烈竞争环境下 又想抓紧旧客带来更多消费 接受品质和诚信 却亦不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